相信那裡怎麼看得到銀行來的 一走到就是紅二火羅頭 所以我聽不到自己的東西 我感覺到我現在應該很漂亮 我想做一些冬日日本MV的效果 就好像買Melti Kiss廣告那些 我們現在來的這個 期間限定 也是我們冬天東京的其中一個目的 新宿御苑在這個night show 因為Melti Kiss廣告那些是燈光light projection 那些很厲害的機構 拍上應該是挺漂亮的地方 現在就去這個Melti Kiss廣告 GO! 嚇意懵懵 看不看得到我的樣子嗎? YES! 我們現在來到了Naked之紅葉之新宿御苑 這個Naked的紅葉night show 其實是11月底至12月3號 即是只有10天時間可以看得到 那我就實在過來這邊 打算感覺一下這個夜晚的新宿御苑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這段影片中 會不會看得到我 現在路過的人已經把我面光一時又一笑 Anyway 重點是不是看我的這段影片 重點是看燈光、show、打球 走吧 我們可以選不同的提燈 但可以選紅色的就是有紅葉的頭蛇 還有銀杏 我覺得紅色和綠色都好像鬼火 不如我們選黃色 事情是這樣 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就拿一個提燈 這裡就是拿提燈的位置 然後就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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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很多燈 然後有一個位置是給你吃東西的 幫你餓身 還有凍身 然後呢 就 哇 這裡 好像很棒 Avenue of London Plains Indulmination 秋風 這裡要去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彩色的紅葉 即是彩色的紅葉 蜂葉 這裡又可以去 隨便吧 走吧 不要看了 看地圖是沒有意思的 好黑啊 什麼都看不到 一組一個 好 選這個吧 GO 看銀杏在哪 嘩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嗎 哇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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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前面有多少人 哈哈 好像中秋節一樣 我有面光了 我有面光了 現在 OK 直接可以 嘩 變了色的 我需要說話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這個來照著自己 我就有面光了 只看這條燈也挺好笑的 哈哈 漆黑中的螢火蟲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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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開始有些顏色 有些光 應該就是 紅葉了 哈哈 那個是銀杏來的 應該不是銀杏 噢 所以它是這三個燈 因為剛才 我看過地圖 是說有三個不同的地圖 一個是銀杏的地圖 一個是楓葉 即是Mommage的地圖 另一個就是倫敦的地圖 我不知道是什麼 的地圖 所以它就有私餐來回家 OK 我現在去探銀杏 我相信那裡怎麼看 銀杏來的 一走到就是它的紅葉很久 好了 到了 到了 嘩 都挺漂亮的 神經病 全部好像連銷市場一樣 真的不是銀杏來的 真的不是工業來的 相信那裡怎麼看 都是銀杏來的 一走到就是它的紅葉很老 什麼事 我都知道了 秒速打臉 怎麼會不是銀杏呢 Sorry 真的不是 現在這樣的環境 在這裡找一個 我意想中那張 一條很漂亮的路 然後只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的照片是沒有可能 我一開始做的 還是快把人走光了 還是那句話 我們來感覺一下 動作和氣一下 感受一下 現在終於到下一個地圖了 其實這裡只有三個地圖 所以我想如果要玩的話 看你拍照要多久 你可以在這裡四個小時都不走 我感覺到前面形勢不妙 超級多恩 如果這裡算是一個影相位的話 那跟我之前看過的夜風 來比就少無 沒什麼特別 不過為什麼大家都圍住這個位呢 這是這些 假裝有星星的夜空 這個營火蟲的地圖還不錯 超級不妙的 對 看起來都是不妙的 牠們看的 看起來都是不妙的 視乎看了 看起來是不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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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2分 後面的空間 2分 1分 1分 2分 1分 100分 這可不可以的 我覺得還挺漂亮的 這裡好漂亮啊 像天空之鏡一樣 這邊是有光亮的 走完啦 結論呢其實我覺得 嘩好黑 結論我覺得其實這個 如果晚上吃飽飯來散峽部 其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最漂亮的是 那些星光跟那些樹混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那個樹的島應該是很漂亮的 這個晚上行公園看紅葉 還有燈光的旅程是OK的 走了好冷啊 日本冬天聖誕燈飾的指定動作 都要來一來的 走吧 我覺得這條路本身都很漂亮 我還記得我剛剛 早幾天才在遠之內 東京站說那些樹很慘 因為被綁得到 整身都是 但我覺得這個它綁得到 又很漂亮 你看 好像寶石掛上那些樹 我想做一些冬天日本MV的效果 即行的時候 然後就有那種聖誕感覺 就好像買Melti Kiss廣告那些 但我要等前面這個 疑似在TikTok中的人走了 這邊又有一個TikTok中的人 就要走 對 那太好 GN beginning! séjouré проход的兩 Cox St кол! 她又不能再埋乎充滅dk а他取消材 margin. 又可以說出充滅 siya. 我要示一下小故事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日本出列公港 就是在這個地方 陸本木山 因為這裡是東京國際電影節舉行的場地 我還記得我第一天開完工很累 接著下班的時候就看到這個風景 我覺得什麼都值了 就是那裡了 今晚很漂亮 有些唏噓 看到一個洞口景 因為我想起的時候我自己是個小孩 然後背著背包 拿著腳架 然後很累 還沒吃飯 但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也要來看一看 那一天是感動的 然後一看這個畫面 我也覺得很感動 上次關燈了 所以我再回來多次 就是想看他開燈 雖然現在有點後悔 因為真的很多人 甚至於人群恐懼症 所以我想越過來也是拍照 叫做交差 那我就走了 真的很多人 先走了 好 終於都拍了這個六方基 Hill Christmas 有燈板再加上東京鐵塔 好冰 真是好冰 我最怕人多的地方 所以剛才很辛苦 也算看了 雖然其實也看了很多年 但沒辦法 今次是特地過來東京來一個 冬日Christmas Jar Vlog之旅 這點都要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也挺漂亮的 不過呢 東京還有很多很漂亮的燈飾位 例如大井丁馬場 還有中木克那邊也很漂亮 木克村那邊也很漂亮 那我也去不了那麼多 其他的留給你自己發覺 而我覺得這條片 我未必有可能在聖誕之前就剪得到 所以呢 有可能會出現的reference 我是非常之歡迎的 好了 來到這裡 我這個JAR Vlog的冬日冬天聖誕暖禮環Vlog 就完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在下面留言 按鈴鐺 還有subscribe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咦 它不是那麼簡單 它裡面有東西 原來 這個真的好漂亮 我覺得好像打機的世界 這個是Cellamon Area 找到了找到了 Cellamon了 來一部門一盒 在天台無間道講素 你有沒有要出去找 你是不是有小三 下面有個關西機場的火車 吸引了我的視線 裡面也很像 這個就是傳說中排隊 排好黏一線的關西機場 我們看看裡面的情況 東京還有很多很漂亮的燈色位 我都去不了那麼多 例如 橫芬 東京 東京還有很多很漂亮的燈色 例如橫芬 究竟我說什麼 東京還有很多很漂亮的燈色 對嗎 對嗎 對嗎